陆域事故 邻居吵架 有些人就习惯的凑进去看一看 或者是拉长了耳朵去听一听 这种行为用东北话讲叫号信 18号中午在浙江宁波镇海就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 可是没想到这起单方事故还引发了后续事故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黑色轿车在行驶到路口时 静止撞上了分流岛 随后车辆侧翻 翻滚了三圈才停下来 对于事故发生的原因 驾驶员是这样解释的 原来驾驶员最近一直在加班 休息不足 驾驶途中出现了疲劳的情况 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所幸当时他系了安全带 只是头部擦伤 并无大碍 而就在交警处理事故现场时 道路的另一侧发生了一起碰撞交通事故 一辆红色轿车在临近车道停下来没多久 后方驶来的一辆电动车追尾了红色轿车 前面那辆小客车 为了看旁边这起车辆侧翻的交通事故 看热闹 速度减下来 慢慢停下来了之后 在这辆小客车后方的一辆电动自行车 同时也在看热闹 于是他没有顾前方车辆的一个行驶状态 就追尾撞了上去 看热闹 结果把车给撞了 真的是得不偿失 索性当时电动车车速不算快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分别为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